各位如果有機會 多多的跑到任何地方捷远 包括剛剛從我們暫時借助的地方來到這邊 沿路我就會一直撒米啊 撒水啊 當然也會造成我的問題 窗戶打開瘋狂就咳嗽了 被衝到啊 所以 但是我很喜歡 很喜歡 因為我覺得 走到哪裡 我現在變成有個直覺 我就覺得那個地方有眾生 那個地方很需要 然後如果我不去做這個動作 我就覺得 他們一定在等你這些眾生一定有他心痛 結果你不對他慈悲一點不好 所以我想 如何讓自己訓練到 就是說我很想睡覺 但是 那件事情需要我幫忙 我的意志力要超過於我的肉體才行 我們的肉體會很想睡覺好累啊 但是你的意志力要想說 如果我不去做完那個事情 然後就算我躺在那邊也會睡不著 那寧可 去把它做好 這一點我是學女孩子 那些媽媽 媽媽的好處是要緩惱緩惱緩惱 她一直擔憂對方 一直擔憂對方 就像我們昨天來他們沒煮了 師父我們幫你 我已經吃完晚餐了 吃得很飽 然後他們又幫我買了什麼 咖哩椰汁 我在那邊想老半天 他吃不下去 就是很熱心 哎呀師父就怕你們沒吃飽 明天早上還要吃什麼 中午我們排了幾個餐廳 你們要去哪裡吃 這個世界充滿愛 所以 當然我們要去學習 我認為男生多學習女人的那種細心啊 耐心啊 就像我想現在的家庭 如果沒有女人當家 每個家都散亂掉了 男人只是 我往一跑一跑而已 就是因為有媽媽撐著 對不對 這個家才會圓滿 就像我爸爸有錢的時候 我就很有錢 我爸爸沒錢的時候 我媽媽就出面了 我媽媽就會很會把財務弄得很好 那有錢的時候他不管 沒錢的時候他會弄得很好 因為他認為 你賭博是你的事 小孩是我要養他要養 他會把他安排得非常的圓滿 所以 家裡因為有媽媽在 這個家裡還在 所以我們叫方便為父 或者叫慈悲為母 所以 這個媽媽就代表愛 那我們 我們做男人要開始去學 當然女孩子要學男人 男人那種放得下 不執著 而不是抓得緊緊的 所以我想老媽媽對全家都抓得緊緊的 這樣可以維繫家庭 這站在菩薩道是如此 但是如果站在解脫道 那可能我們要學習男生的這種 無寡無愛 自在 所以 能夠超越吧 那 佛教裡面講 空性 所以 我們這一圈 繞了台灣一圈 我們前面 做了五個安妮 只有一個聽得懂 其他四個聽不懂 但是 也來這邊結緣 到處到處 那他們台灣都跑了很多地方 很認真的跟他們結緣 那這個很重要 我覺得 因為 讀書乃至讀佛學院 當然那是一個佛教的理論知識 但是真正的修行 必須用在你面對眾生 面對各種因緣變化 在你心上 所留下來的 這些善言 或是看清楚這個真相 所以我們要 到現在來講 對我來講 我還是在 走馬看話 因為我 當然我們要存在一個 好的心態 然後從這個 走動流動 處理各種快快樂樂 痛苦的事情 我現在在講課是快樂的 但是來找我的 都是痛苦的 很少有人說 師父發財了 來找你一下 就算結婚也不好意思來找我 不好意思 找我的都是 哇 在集成處了 哇 如何了 哇 如何了 早上有一位媽媽很急很急 然後呢 透過微信找到我 她的女兒被打 所以在波蘭 又不是在中國 在波蘭被打 然後呢 跟我哭訴 被另外一個女的打 用這個膝蓋把它壓著脖子 捶 哇 這個 女的呢 打女的 而且是同學呢 她怎麼會打她 我說那你就傳個相片給我看吧 我先給她回相 這一定有什麼 因緣吧 結果傳相片一看我就知道 她那個女同學樣子像男人 然後呢 他們兩個 我一看就知道 這兩個一定是過去是夫妻 夫妻現在兩個都做女的 但是 這個像男的這個女的 還是很執著這個女的 兩個還是互相掛愛 然後這個女的 正常她是正常的 她去外面交交男朋友 她回來她就捶她 同學 這一次打得很厲害 她媽媽問我怎麼辦 所以我認為 這個一定各自有緣情在主 然後還有一些業力 這不是用這一輩子能夠看的 甚至這個打她的同學 她也不知道為什麼要打她 但是她出去跟別人約會 她就是受不了 對不對 因為她過去式的情節就跑起來了 人有潛意識的 有潛意識的 你看到一個人 突然就對他很有印象 這是有潛意識的 就像一隻狗看到你一樣 有些對你好 有些對你不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觀念很重要 我們人在這個世間 要延續於百千萬劫的 種種種種種的 因緣業力 它是存在的 沒有磨滅掉 而且所以我們要 要利用這一世 把這個緣分把它圓滿 欠人家的要還 結善緣的呢 如何讓對方學佛 像我現在已經出家了 我現在唯一要能夠做的 要做的 就是透過這些因緣 把我們認為可以離苦 得樂的佛法 來布施給對方 哪怕他是聽不懂 但是聽不懂 我要盡力的 讓他可以懂 再來是 因為今天他們排這個樣子 好像不是在法會 所以 意思是說聊天就好啦 那所以 我認為我等一下不管 胡說八道講到哪裡啊 就舉手一下好了 因為今天不是法會 我還準備很多 往生排位要來超度 我這邊不能超度 因為我很喜歡超度 並不是說 因為我認為超度 它是一種悲心 而且對方都很苦 所以今天有一位佛陀 現在正在彌留了 然後他的家人 做太太的捨不下 做女兒還比較冷靜 他就問我說 他爸爸 他要不要給他把管 然後 但是他說他 他如果跟他把管 他媽媽不能接受 但是如果他不跟他把管 做女兒了 看他爸爸很痛苦 很痛苦 因為他來台灣旅遊 就跌倒 跌倒以後就腦出血 然後呢 昨天緊急開刀 結果開完刀以後 現在本來的腎臟又發炎 發炎以後 肺部又急性發炎 醫生說 你們自己決定吧 意思是說 把管就走了 因為他不可能活過來 那在這個時候 家屬問我 他女兒問我怎麼辦 當然 我跟他女兒說 你這樣想也是對的 因為你爸爸把管了他就走了 那 但是你媽媽 我看 他沒有辦法 那他說 師父他很苦啊 但是我認為 我說 不一定 佛教講姻緣 如果他現在 這意識還在人間 雖然他已經 不可能好起來了 但是你利用這個機會啊 多給他 送地藏經啊 發願啊 廣作功德 這是對他很大很大的孝順 讓他有機會 得到你 全部的功德 但是 佛法不可思議 因緣不可思議 我想 就算你給他擦管子 他也不見得會火 但是如果 他現在很平靜 雖然他 他這個 生命已經到後期了 那你就盡力 他就會有一個很好的姻緣 也讓你媽媽 能夠 心安理得的 接受這個姻緣 那我跟他說 我一定會 盡我的方法 因為 對我來講 每一個 找到我了 雖然我不認識他 傳相片給我 我已經認為說 這個人一定過去做過我哥哥啊 我爸爸 或是我的姐妹啊 媽媽 不然全世界 七十億個人 我看不到他相片 也不知道他的狀況 所以 如何把 別人的 或每一個人的事情 都當作自己最緊要的事情 我們叫 活在當下 很認真的幫助他 這是我現在 唯一能做的 而且願意去做的 因為 明天有明天的姻緣 也因為出家以後 看了這麼多 生老病死 當然死亡不是一種痛苦 如果我們學佛的來講 這個人 他能夠接觸到佛教 那我們按照地藏經 就算他的命中 給他念一句佛號 念一句經典的 念一句咒語 他都有可能不會墮落 常惡道 何況 因為我們每一個區都有法師 這也是我要 我很喜歡這樣做的 因為那邊有什麼疾難 我就可以聯絡法師 法師可以聯絡其他的法師 幫忙 去給他 臨終關懷一下 祝念一下 幫他做什麼善業功德 他至少不會墮落地獄軌道 畜生道 如果他願意往生極樂世界 那更好 那當然往生極樂世界 我希望各位多去註念 因為 對我們修學佛法有很大的幫助 你會去想 這個人的種種 乃至如何讓他離苦 乃至他會不會往生極樂世界 然後你也很想要他往生極樂世界 那我們要用什麼樣的方法 所以很希望他離苦 那是一種悲心 為了如此我們就可以開發智慧 這句話很重要 因為我最近最大的體悟是 這個電燈會亮 那是因為有陰電陽電的啪啪啪啪 它才會亮的 如果你不去認真的去接觸受苦的眾生 它就不會顯現佛教的智慧 佛陀的智慧 我們只能把讀到的經典 或是這些思想用在心裡面 當你去慈悲的時候 那個時候你才會開悟 所以各位要想盡辦法去接受各種疑難雜症 但是也是在接受疑難雜症的時候 來看看自己的動機對不對 你的動機有沒有符合佛教的相信因果 不為自己的這種出離心 希望對方絕對離譜的大悲心 那這個事情是不是成為一個成佛的資量 所以這個世間沒有一樣是真實永恆存在的 如果你認為這個世間有一個幸福快樂 或是一個真實永恆 那是一種錯誤的知覺 那是假的 那這個世間快樂也好痛苦也好 它只是一種因緣存在 但是如何利用這個外在的所有因緣存在 看你的修行是對還錯 你會不會起煩惱 那這個煩惱從哪裡來 你為什麼會傷心 你為什麼不高興 那你的動機為什麼不高興 原來你有一個不好的脾氣 或是你有一個這種執著的煩惱 你要懂得回光返照 你千萬不要 反正我要罵你你怎麼樣 那這個人已經沒辦法了 因為這個明明就是錯的事情 你怎麼還會再錯下去呢 佛教講的是自覺 我現在我內心起煩惱了 我內心不太高興了 我不太想笑了 我的理由是什麼 我發覺我們現在年紀比較大一點 就會這樣想 想什麼 我這個起心動念 有違背戒律嗎 慈悲嗎 就一直去考慮這個 我講這句話 對嗎 我在講這句話 是不是兩舌呢 還是剛剛那個口氣不太好 然後你要一定要去問這個自己 那我為什麼現在不笑呢 那你要問好 因為這個時候不能笑 會產生一些問題 那好 我可以接受我不笑 那這個時候你應該 那這個時候你應該 那這個時候你應該